下面请您收听方伟时间 国家先赴纪念碑 这个地方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普莱茅斯的一个纪念碑 这纪念碑高达81个英尺 也就是27米高那么高 非常大的一个大理石雕塑的一个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离五油花号这个船只有半个英里路 但是即使在普莱茅斯很多地方 很多人本地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那么这个纪念碑有什么特点 它这个纪念碑上记录了美国成功的秘密 我说这话你要是到现场听完之后 听完这个思考曾教授所做的讲解 和我做的讲解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个实话 美国这个国家成功的秘密记录在这个纪念碑里 这也是美国的在五油花号登陆之后的先民所 那么定立的这么一个碑在19世纪建立起来 但是后来呢他们把这个纪念碑就捐给这个州政府 那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有他的想法 就没有去推这个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最后就淹没于无形 陷在一片居民区里面 所以这么高的纪念碑啊 这在美国其实是也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但是很少人知道 但是呢在我们建国之旅中就把它找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景点之一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啊 大家知道啊 美国叫做什么 这个国家成功的秘密 It has the success formul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这个衣服呢 我们这个衣服啊 这个衬衫是有五件套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啊 神奇美国 大家看到 这就是这个衣服啊 总共有六件套啊 好吧 我们而且是限量版哈 到这一旦开售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不少朋友想买了 那么是限量版 到时候动作可能要快一些 当然买这个 一个是很有意义哈 第二呢 也是支持放远时间 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往前走 这下面呢是帽子哈 也是就是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 神奇美国的这么一个帽子 都非常好非常棒 品质也很好 好的 那这样吧 我们今天现在是言归正传 那么今天讲四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联调局长 被国会叫去问 对川普的刺客的事情 他怎么说 第二件事是拜登今天晚上 发表了电视退选讲话 看点是什么 讲了什么 第三呢 是哈里斯的封冠流程启动 也就是正式成为 民主党的提名人的流程启动 那不等这个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 第四就是哈里斯 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政策 还是一样 新朋友可以记得能够订阅一下 干净世界的朋友 点击这个叫做关注 这样呢 我下周的美国建国之力 一路上的系列节目呢 您才可以收得到这个通知 好的 同时呢 要是觉得方位时间 这个节目好的话呢 也请点个赞 帮助这个节目更多的传播出去 好吧 好 先说联调局长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这个众院的叫做司法委员会 把联调局长这个雷 这个Christopher Ray 那么叫去问话 那雷就说 雷他当然跟这个特勤局长不一样 还尽量是能说就说呗 这个他说FBN已经搞清楚了 这个枪手克里克斯 那么在网上和线下活动的一个时间表 但是呢 但是哈 克里克斯确切的动机 为什么他要挑中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 川普到现在呢 来做这个暗杀 到现在呢 还是毫无头绪 这点其实真的是很吃惊 一点头绪都找不到 他是自己藏起来呢 还是这个人有点就是无头苍蝇啊 这很难想象是后者对不对 所以呢 到底这个人怎么 已经是知道他身份了 到现在都查不出来 他为什么刺杀川普 那么这真的是一个 留下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 让我们一直都想着这件事情 那么前天吧 这个媒体出了一个报道 这个标题提的听总动的 叫做克里克斯的父亲 首次开口说话 哇 第一次打破沉默发言 你会觉得哇 那说了什么 赶紧去看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 别烦我们好吗 我们无话可说 所以呢 这个媒体的报道 等于是说了等于没说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就是一个悬疑 我们就是往下看 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的答案 那联调局的局长说呢 克里克斯对政府官员呢 他说很感兴趣 除了 他说除了川普之外 他的手机里头 还有拜登的照片 还有其他的政治名人的照片 但是在枪击案发生前的几天之内呢 克里克斯似乎对 克鲁克斯似乎对川普和这个宾州巴特勒集会呢 是特别的感兴趣 那么他在登记 宾州的巴特勒线的这个竞选集会的时候 拿门票的时候 在网上拿的时候 当时就做了一个谷歌搜索 这个搜索叫做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 离这个肯尼迪有多远 How far was Oswald from Kennedy 对华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于这个搜索引擎来说 或者对美国人就知道 这个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这个人呢是1963年 在达拉1963年的11月22号 在达拉斯的一个学校的楼上 这个在那里用狙击枪步枪 射杀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这个人 就是当年的刺客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当年的刺客离肯尼迪有多远啊 可以打中肯尼迪 就是这意思 所以让人这个看了之后 是不寒而栗啊 所以这小子就确认 这小子当初啊 几天前就真的想干这个事情 刺杀川普这件事情啊 当然了 同时我们也另外也知道 你搜索的每件事情 谷歌都知道 联调局要去看的话 就可以拿去啊 好吧 那结果呢 这个时间表是什么 克鲁克斯在集会前 一个星期呢 就到过集会的现场 在那待了20分钟 但我这个联调局长没有说 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但是呢 显然他就当初就来现场来看场 那么在集会前一天 7月12号 他就去了这个家旁边的 他的家旁边的 这个叫做Battle Park 是不是啊 家旁边的设计场 显然就去练枪 练准星 这个克鲁克斯呢 是一个相当狂热的 射击爱好者 喜欢打枪 那么 在7月13号集会的当天 他上午啊 因为集会是晚黄昏嘛 上午就来到 这个竞选集会的现场 在那待了大概一个小时 那显然也是去勘察地形 然后在下午呢 去枪店买了50发子弹 同时呢 在Home Depot买了一个梯子 然后呢 在下午4点 将近4点的时候 也就是集会开始前两个小时 克鲁克斯呢 再回到这个集会现场 那么他就操纵一架无人机 在距离集会的主讲台 差不多200码的地方 在高空飞行 飞了大概11分钟 那么自己呢 他在车里头看 并且在做直播 然后呢 自己在车里看 显然是从空中在往下侦查 当地的情形是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调查人员当时推测的 调查人员在这个克鲁克斯的车里 就找到了这架无人机 同时找到还有两个炸弹 两个炸弹 在他家里又找到第三个炸弹 那么克鲁克斯呢 也带着一个遥控器 这以前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 带着两个transmitter 但这个遥控器呢 就没有 就没有引爆 所以两个炸弹都没有炸 总之的就是一幅 我想他就是整个就是一起灭亡算术 就是这么一个打算 那还有就是克鲁克斯的 他的狙击步枪 他的AR-15的 可能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枪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这个当时的群众没有看到 克鲁克斯带着这支枪到处走 OK 显然他大概可以收起来 装在一个什么袋子里头 让你不知道 但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枪藏在屋顶的什么地方 那现在都不知道 和枪手被一枪击毙之后 在屋顶上找到是八个子弹壳 所以他显然就是开了八枪 所以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国会的几个委员会 肯定是盯住这个事不放的 他们不可能等司法部的45天 这个60天 他们会一直很快把他跟下去 所以我们也会及时为您追踪 另外他们也再一次去找了 这个叫做宾州的 这个叫做州的警察总监 叫帕里斯上校 说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嫌犯吗 他们说还有 还有两个嫌犯 但是这两个嫌犯 就是当时就识别出来的嫌犯 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能说一定有关系 但是呢就是有嫌疑的这个可能性 好 这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说一下 拜登今天的退选演说 待会关于这个 这个Christopher Ray 联邦调查局长 他的讲的五个看点 到底是什么 那么星田呢其实是有仔细的看 所以待会星田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说 那么拜登今天的退选演说 大家看了没有 看了的话就写给看好不好 没看的话写给没看 你没看就别不写 我用想知道双方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好 就打个看了或者没看 所以我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说他看点是什么 退选演说 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呢我觉得拜登的确实精力不够 讲话的是含糊其词 而眼睛也没有看观众 没有看镜头 照道理他应该看镜头的 镜头就是观众 就像我现在跟您说的一样 所以这一点呢就觉得这个退选演说 他的幕僚吧 做的就是显然比较粗糙一些 怎么不能让这个叫做总统的眼睛看镜头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退选不是吗 因为这个他说他的经历可以 他也一直说我就是要选 我有经历我绝对不会退 只有这个上帝在来直接叫我退我才退 就是一直说这样的话 而民主党的高层和左媒呢都说他不行 他精力不够 6月27号的辩论 那么已经是露出了这么一个就是做不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那到底谁对呢 那么在他的败选演说中 退选演说中 他怎么去交代 这是大家我觉得大多数人要看这个退选演说的这个一个原因 但是他说了没有呢 他只说了 我为了国家传给年轻人 就是一句话 为了国家传给年轻人 传给比他年轻的人 我们都知道贺锦丽或者说哈里斯已经59岁了 也不是那么年轻了 但是他是81岁 所以呢他就这么说 所以基本上没有听出来 另外的他说的其他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总结他做四年总统的这个政绩 另外的就是不断的强调他要保卫民主 那这个保卫民主我来翻译一下 他是针对川普 说川普破坏民主 好 那么下面呢 对不起 下面呢我们讲一下 这个哈里斯的这个封冠的程序 在竞选活动开始之后 36个小时之内 就是1.5天了 哈里斯就赢得了几百位民主党高层官员的支持 包括他所有的潜在的挑战者 大概四到五个州的州长 再加上一个叫做交通部长 再加上一个一两个参议员 这都是潜在的 可能跟他抢着大位的人 那么他们全都是不做 来顶他 那么而且在36小时之后呢 就赢得了足够多的代表数 代表 我说的就是超过两千名的代表 那当然这里说的是赢得他们的口头支持 但是就等于啊 态度明确嘛 那等于是赢得了提名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仍然不证实 大家知道 正式是在8月19号 在8月22号之间的 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才正式认定 但是啊 很多州呢 已经要开始印选票了 那本来呢 那就是因为初选结束嘛 大家都知道是谁 对不对 你这个共和党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等于是盖个图章上去 所以呢 早就可以印拜登的名字 那么现在变了 变成哈里斯 怎么办呢 那么各州 很多州就等不了 等不到8月12号 22号结束 8月22号结束 他们才硬 他们来不及啊 他们有些这个选举啊 就是很多后勤的工作啊 所以呢 等不了 于是乎呢 在等不了的情况下呢 你就必须正视 他只是以得到一个口头支持 他如果不把他正视 尽量尽快正视化的话呢 他很容易被告 其实川普已经告了他 说拜登现在把9500万元的 美元的竞选经费 就私相收收收给了这个哈里斯 这等于是违法的 已经告到法院去了 所以呢 无论是让他们的 他的名字能够上选票 还是 对不起 还是 还是必须走这个 还是呢 能够让他的经费的转移 能够合法 都必须尽快走完正规程序 让哈里斯能够正视的上位 于是呢 就今天 星期三 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呢 就做了一个飞速的一个 这个叫做政策的一个出台 那么在本周六 本周六晚上结束之前 你如果想去竞选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你就正式宣布参选 然后要在下周二 就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你要提交至少三百名 这个民主党的党代表的 这个支持你的签名 而且来自于任何一个州的签名呢 不能超过五十个 就比如说吧 加州啊 加州或者德州 人非常多 对不对 他就我全州都支持我 我就可以来竞选了 不行 那么每个州呢 只不能超过五十个 也就是说这三百名 要扑开 这意思 你得得到多个州的 这个代表的支持 你才可以角逐和这个 哈里斯来角逐 那么这样下来之后呢 在下个星期二 基本上就是 结果就出来了 那时候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 就是没有人跟哈里斯角逐 用中国大陆的话 叫等额选举 什么叫等额选举 就要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参选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8月1号就在网上 做个投票 那4000个代表着投票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 或者多个人参加的话呢 那就叫差额选举 用中国大陆的话 叫差额选举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时间就延到8月3号 因为多个人选嘛 他就需要一些程序 多两天去准备 所以基本上呢 8月1号或者8月3号 最晚8月3号4号 那么就封关完毕啊 哈里斯就正式成为 民主党的 叫做总统的提名人 那么你说往下会说什么 我说个 我说个完全是一个 推测性的东西啊 哈里斯要么就上位啊 然后他跟川普对决 双方厮杀到 10月5号出结果 还有可能性啊 就哈里斯如果上位之后 民调跟川普差太远的话 假如是那样的话 那民主党可能 不会躺平 有可能还会再去换 那个换那就是 又是一场巨大的 这个叫做地震了 而那个地震呢 一定会是在 这个8月19号的 民主党 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 那么这个前提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是选了哈里斯 我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选哈里斯 就是因为他是少数族裔 他是女性 他是政治正确的候选人 他又是第二顺位 第一顺位继承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它跳过去 给一个白人的话 那么在民主党内 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上位 但是他确实没有经过 竞选的洗礼 所以呢 这其实 从民主党的角度来看 挑出你最强的人 这个过程是跳过去 就直接就给他了 就直接给他 OK 但有的人说 共和党批评说 民主党这样是破坏民主 你说 说的对不对 第一呢 就是共和党 我想他最诟病的就是说 你把1400万人选出来的 初选出来的拜登 硬把它挤掉 然后你让哈里斯上来 你说这样说对不对 他是不是在破坏选举 我觉得呢 让拜登退选的本身呢 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那1400万人初选的结果 选出拜登 这是6月27号 总统辩论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 既然出现总统辩论 拜登就是露出这个 他的老态哈 这么思维啊 这个思辨能力都不行 那么对于民主党 对自己负责哈 再换人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不是破坏民主 因为是情形变了嘛 但是 你说美国任何一个党 咱们别说这个全国党 美国一个城市 一个学区 如果搞出一个等额选举的话 就是你要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参选 那在美国是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呢 如果 这个哈里 现在呢 要竞选大位的人 有资格的人呢 像这个密西干的 威特莫州长 加州的 Gavin Newsom 纽森州长 这个 宾州的 Shaparo Josh Shapiro 还有等等 北卡州的呀 什么之类的 肯塔基州等等之类的 我就不一一列数了 他们呢 全都一致同意 就你了 那显然就是协调的结果 就党内协调 就让你这个 哈马斯上 那么 这一点 我觉得就不合适 对民主党本身也不好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 即使时间短 你都应该走完民主程序 这样洗练出来的人 他一定是战力最强的 那么你现在就这么去做 做完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结果呢 其实并不一定好 为什么 好 那么我们说了 在民意上 口头上 哈里斯已经上位 是没有悬念了 那么他呢 就是昨天去到威斯康庆州 参加了第一场集会 他集会所推出的观点 其实对我们加州人来说 都很熟悉 要推房租管制 提高最低工资 纳税人如果收入 不超过12万5千块钱的话 家庭你可以上公立大学 给你免学费 那么他说 现在的学生贷款 他说全都免掉 向联邦政府 借钱上大学 有借可以不还 他认为这是人民的权利 每个工人都有 加入工会的自由 每个人都 都有可以负担得起的 医疗保险 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 和这个带薪的这个市价 有钱没钱 都应该享有 让每个人呢 都可以有这个政府提供的退休金 那么 所以简单的说吧 等等等等 还有就是说 甚至家庭 政府给他发钱 他的政策的核心就是 美国政府会提供这一切 这就是他的观点 OK 所以呢 他还 他还承诺 会签署联邦法律 要禁止这个攻击性的武器 就像那个AR-15啊 这样的武器 以后都要 都要把他禁止 另外呢 并且推翻 那么对堕胎的限制 推翻各州对堕胎的限制 还支持全民医疗保险 那么甚至 他支持 他曾经是支持 要废除私人医疗保险 全都是公家保险 全民医疗保险 是公家 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 那么等于这些东西吧 还要包括这个禁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那个我跟大家讲 他什么政策 那个华尔街日报 今天社论说 他说哈里斯女士呢 他演讲的内容啊 好像他正在参加民主党的初选 他正在试图击败加州州长 凯文·纽森 因为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民主党内部 在加州的竞争 从来就是谁更左 谁能上 谁能上位 他就他还在 努力的更左 更左更左 好像在做民主党内部的初选一样 他不知道他已经是面对全国了 他已经去到了 威斯康辛州这样的摇摆州 他还是用以前的那一套极左的方法 他很可能很难赢下摇摆州 我们说过了哈 美国的总统大选是由摇摆州所决定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说 你没有竞争 你没有喜恋 没有演练 他连自己的环境 他都 他都不一定认识得到 他就按照自己原来那个惯性在走 但是呢 他从加州 这个极左的政治人物中 谁比谁左 他因为人脉 他因为他的出生 他因为他在加州一党政治 在这些加持之下 等于是高歌猛进啊 变成了民主党的全国候选人 那么他并不是竞选上来的 所以他很多该有的历练 他没有 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有人说什么呢 华街日报说 就是说 华街日报这么说 他说 哈里斯 不会在乎摇摆选民 他会说 谁需要他们 我的观点一向都这样的 我用这些观点 已经走得 走得这么高了 那有啥问题呢 对 但是问题是 这就是对他最致命的 OK 那么所以呢 就是华街日报的评论说 那这个哈里斯啊 就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策 社会主义政策 基本上跟那个叫做 福芒特的这个社会主义参议员啊 叫博尔尼桑德斯 桑德斯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会推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在美国全国有多少的共鸣 甚至于这些东西对不对啊 这其实都是问题啊 这真正都是问题 当然我们很多的观众 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 我也知道我很多的朋友是从台湾来的 台湾可能 我觉得也有相当的这个社会福利政策 可能还不一定这个想法 跟中国大陆过来的华人一样 但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华人 你走过了社会主义之后 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不work的 如果说work的话呢 他行的话呢 他会行一阵 钱花光了就不行 对不对 你说政府提供这个提供那个 对不对 想想看政府什么都提供 提供这个叫做代薪产价 这个账费提供哈 提供这个大学免费 提供幼儿这个保育免费 提供这个健康保险免费 什么都免费 政府有什么东西 政府是一个很会生产 很会赚钱的东西吗 政府什么钱都不赚 什么都不生产 而且政府现在已经欠了34亿美元的债了 政府有什么资本把钱给大家 政府就一个办法 就是加税对不对 政府加税会加谁的税 他也不敢加这个穷人的税 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税 他就会加富人的税 加首席 先加富人的税 直到富人的这个税加不起了 加富人的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富人呢 所谓的富人 大多数的富人 都是创造工作机会的企业主 当让一个人不断的创造工作的动力 你给他打掉之后 他就不做这个事了 整个社会就开始逆转 社会的繁荣的机器就会逆转 没有创造工作 你的工作从哪里来呢 那最后呢 大家就一起穷下来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社会主义实验的 他的这样一个失败的情况 所以呢 但是啊 我说实话 跟大家交心啊 以前呢 我总是觉得 这个保守派的观点是对的 这个自由派也好 放纵派也好 我很不认同 我也很不认同他们那些人 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你就从扎克伯格 甚至到马斯克的转变 很多很多的美国的年轻人 甚至包括美国的成年人 他们其实不知道社会主义 有什么问题 他们真的不知道 那个 新田曾经采访过 在那个渔人码头采访过 这个 以前在节目中可能说过 采访过一个一个一个父亲 他的儿子还是女儿 这个很崇尚社会主义 那么新田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 你怎么看这个事 他说孩子喜欢什么 就让他们去呗 世界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父亲 这个美国父亲啊 他是个成年人 他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感觉 也就是说呢 美国这个社会走到今天呢 整个社会的变迁 让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是充满了 对社会主义的感觉是一种好奇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类 以及实验过失败过的东西 他是好奇 还有人跟他一直跟他说 欧洲都在做社会主义啊 别我们都好很多啊 他也不会去欧洲 他也不会去验证 他就听完就是那么回事 所以整个社会 现在美国啊 认同社会主义的 包括贺琴利这样 或者说哈里斯这样的人啊 说实话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他们真的不知道 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两党互相激烈的争执 我打你你你打我 这种做法 随着时间的退役的 真的是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 就像我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说的 华盛顿所警告的政党政治 最后大家想想看 川普曾经说过哈 我在五大道 我如果杀了人的话 人家照样选我总统 他说过那个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歪曲意思 还有人说 在民主党什么地方啊 民主党在纽约州啊 拿出颗白菜也能选上 是颗白菜 只要他说是 这个白菜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他都会选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选党 不选政策 我就认同这个党 管他是什么 我都支持他 这就是美国的滑落 所以呢 真正 房屋管制为什么不好 全民健保为什么不对 甚至为什么人人都应该参加工会 这有什么问题 最低工资 为什么不能够政府来管 一直要提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有答案的 我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 我们就能看到它的答案 就说我们要救世论事 去讨论问题 不要以这个政党 对政党来打 所以呢 我觉得啊 这是目前呢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啊 这个左派对右派这个看法 我其实有很多的转变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 怎么说的 左派的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些政策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大家非常坦率的 就事论事的去讨论问题 讨论明白了 那什么都自然就转变 不要去纯粹的加强 这个政党政治 好吧 那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现实 否则的话 大家只能裂痕越来越大 最后解决不了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在左右之外 要找下面的共同点 就是事情的本来的道理 这也就是华盛顿总统当年所期望的 好 说了太久了 那下面呢就是这样 下面我请星天来 星天下面还有半节节目 给我们带来很有价值的信息 好 星天来来来来 怎么样 现在我还进不了 进不了镜头 我们来请我们的摄影师来调一调 调整一下 很快就会进来了 大家注意看到 星天也穿着我们的这个建国 这个神奇美国的这个T恤衫 那什么情况呢 你看 这是昨天方伟穿的 嗯 对 今天星天穿了 昨天大家都说你穿最近年轻十岁 大家评一评 今天方伟穿这个年轻了几岁 我们要不要都转过去 背朝大家 背后是什么嘞 那看不看得见 看见吗 神奇美国 看见了 看见了 Merry of America 这样吧 我们很快 这个星天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什么呢 来星天跟我们说一下 我知道你知道关于那个联调局长有五个看点 对不对 联调局长五个看点 然后呢 对于Kamala Harris 其实今天呢 我在第一时间啊 他们民主党这个开了会议 就是说要改变 形成了一个新的选举提名人的程序 我就做了一个节目 那很多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哦 那你是不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方伟时间要结束 这样还是一样 大家再容忍我们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 星天面对面这个频道 那边真的有很多很好的节目 看的也很多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过去 还是一样 我们数321 就点击那个描述栏的 这个就是对话框里头的 那事后看重播的 看下面描述栏里头 就是那个链接 点一下就可以过去 我们数321一起过去 好吧 就是过去之后呢 对 已经待在星天面对面的朋友呢 那你就不用在任何转的动作了 对 反正下面就是说 星天那边有两个很好的话题 要跟大家讲 好 3 2 1 走 好 那方韦时间就已经要结束了 对 马上结束了 所以我们一起 欢迎大家来到星天面对面 好的 好 欢迎大家 同样的就是 如果是新的朋友 一定要点击 订阅 然后呢 打开小铃铛 就像今天下午 大概美东时间 接下来请收听 《微语看世间》 他13岁被卖入青楼 看尽人间冷暖 15岁成为都军夫人 34岁离婚 带着四个女儿 艰难度日 他从一贫如洗 到商界大老 成为赫赫有名的 井江饭店的创始人 然而1949年以后 井江饭店被强行国有化 不仅如此 他的名字也在井江饭店的历史中 被抹去 他决定不再忍受这一切 为他创造的历史 讨回公道 他在97岁离世之前 终于得知井江饭店的陈列室里 补上了他的那段历史 这个人就是董竹军 他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我是陈微语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井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军的传奇故事 1900年 董竹军出生在江苏海门市 一个小村庄里 小的时候叫董阿元 父亲在上海拉黄包车 母亲是佣人 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 贫困不堪 他的弟弟妹妹因为营养不良 先后夭折 但父亲知道 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因此送董竹军去私塾读书 13岁那年 父亲因为过度的劳累病倒了 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万般无奈之下 董竹军就被卖到了青楼 长三堂子 做三年清管人 也就是歌迹 只卖艺不卖身 换来三百块救命的大洋 董竹军从小长得水灵 不但模样标志 嗓子还很好 很快就成了红爵 人称小西施 慕名而来的公子哥们 踏破了门槛 董竹军心里很清楚 等他成人了 青楼一定会逼着自己接客 因此多长了一个心眼 一直盘算着如何逃离这个狼窝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夏之石出现了 夏之石和蔡厄齐名 24岁就当上了四川都督 他早年留学日本 后来加入同盟会 侵害革命的时候 以新军军官名义 领兵起义 被推为总指挥 后来袁世凯窃取了大权 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 被迫转入地下 灯红酒绿的妓院 是他们秘密接头 交换情报 最常光顾的地点 正是在这嘈杂的烟花柳巷里 夏之石和董竹军相遇了 董的容貌和歌喉 令夏之石怦然心动 交谈中发现他还读过一点书 言谈之间颇有见识 而夏之石来青楼 只是以此为掩护 他的举止文雅 不入足流也令董竹军一见清心 夏之石要为他赎身 董竹军心中欢喜 但依然头脑清醒 我不要你赎身 省得到时候吵架 你说我是你买来的 他与夏之石约法三章 第一不做小老婆 第二去日本读书 第三结婚以后 夏之石管理国家大事 董竹军主理家务 这些话从一个15岁的女子口中说出来 非比寻常 两周以后 董竹军利用看守 明天大醉的时候 趁着夜色丢下首饰和行李箱 翻过上海长三堂子 钻进了一辆黄包车 消失在皎洁的月光中 这一年夏之石27岁 董竹军15岁 婚后董竹军用4年时间 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修完了全部的课程 也正是在这个期间 老师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董皇 自竹军 后来回到四川夏家 夏母对儿子放出狠话 一个卖唱的 只配当个姨太太罢了 你赶紧给我取个正方回来 但是董竹军理性周到的 处理好了这个矛盾 他对长辈恭恭敬敬 对同辈处处忍让 并尽心尽力 将夏家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 夏家终于正式接纳了他 还为两人重新举办了婚礼 1927年夏之时被免去了职务 从都军变成了一个闲人 一直消沉的他开始 靠搓麻将抽鸦片度日 脾气也变得非常的古怪 对他和孩子不闻不问 尤其是当董竹军抛开家务 日夜守候在重病的女儿床前时 他相当不悦 说他不知轻重 一个女娃死了就死了 值得你抛开所有吗 另一个女儿因为与 寄居在家中的男学长来往密切 夏之时认为他败坏门峰 让他用绳子自行了结 若不是董竹军拼死护着 女儿可能已经命负皇权 董竹军还是看错了夏之时 1929年不得志的夏之时 竟在一次争吵之后 挥刀砍向董竹军 躲过第一刀之后 他光着脚 劈散着头发 在成都的巷子里 一边逃命 一边哭喊救命 要不是旁人阻止 董竹军那天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 终于走下末路 这次事件之后 董竹军决定离婚 他把儿子留给了丈夫 自己带着四个女儿远走上海 离婚对于夏之时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请戴季陶和范少杰做说客 希望董竹军回头 幸惠意冷的董竹军提议 先分居五年之后再说 夏之时嘲笑他 你董竹军 要是能在上海滩站住脚 我夏之时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正是这句话促成了董竹军的第二次华丽转身 女人创业比男人创业可能更难 有一位韩国女子十年前患子宫肌瘤 身体虚弱 手无腹肌之力 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做家务和照顾家人 她就自制了一种黑身来服用 很快身体恢复 现在是满头黑发脸色红润 她好了之后 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 于是就开始种植和制作黑身 就是这个 大家看这种黑身 一盒有15根 这种黑身在古代 只有士大夫阶层 才能够吃得到 大家可以看 每一根人参 都是根须饱满的六年根 差一年都没有这么好 因为它是自己种植了5000平的高粒身 然后每块田交替采摘 确保这每一根都是六年根 采回来之后 还要经过九争九铺 刚刚采回来的人身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子 白色的 这个黑身是经过加工的 而且要越黑越好 因为黑身起作用的 这个灶带含量 是红身的八倍以上 但是要达到这么黑的程度 要经过九次相同的工艺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吃人参 觉得人参火气大 但是黑身他没有这个担忧 黑身经过制作之后 也非常温和 适合所有年龄的人 如果你不喜欢人参的苦味 那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玄宝黑身 它是用野参蜂蜜 独家秘制而成的 开袋即食 他们家还有黑身口服液 而一根黑身原参 就相当于五到六代口服液的功效 对于增强免疫力和恢复健康 都非常的有帮助 另外他们家呢 还有纯植物的鱼油 也非常的好 我之前都有跟大家推荐过的 如果你购买任何的 玄宝黑身的产品 超过五百美元呢 就可以得到一根 独立包装的黑身 每一根呢 都是精选的上好的人参 那我自己呢 最近也在吃 所以身体恢复的非常的快 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我们留言区的链接来购买 输入我的优惠码 W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祝大家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刚回到上海那几年 生意实在难做 董竹军做什么赔什么 赔到后来他一度混迹赌场 想靠赌博来翻本 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 几乎全部靠典当家里的物品 这时候他的二叔建议他开沙馆厂 因为当时国内大部分都是靠日本进口 价格昂贵 董竹军把家产变卖之后呢 仅剩了800块钱 在二叔的帮助下 1930年春 董竹军开设了群艺沙馆厂 那个时代 女企业家是寥寥无几 1931年 他结识了几个菲律宾的花桥 他们鼓励他去南洋招商破厂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 他远赴马尼拉招商 一次呢就获得了1万元的融资 他的沙馆厂规模翻了一倍 可是好景不长 1932年 128事变爆发 新华日军进攻上海眨北 董竹军的沙馆厂被炸了个片瓦不剩 一夜之间 董竹军又回到了原点 但她呢 是个坚强的女人 就在她山穷水尽之时 1936年 一个名叫李松高的四川土豪 慕名找到了董竹军 她很欣赏都军夫人 愿意资助2000元帮其东山再起 得到这笔巨额资助之后呢 董竹军创办了景江川菜馆 并且一举成功 成功的秘诀就是 她高端的艺术修养 餐馆的桌布 杯子 盘碟上都印有感染的诗句 大堂内陈列了大量的古董 加上结合了中西菜肴优点的菜单 细致的服务和她都军夫人的名头 景江饭店成为了名流汇萃之地 连桌杯林到访上海的时候呀 还特意点名要吃景江饭店的香酥鸭 生意越来越火爆 董竹军开始想着要开分店了 但是要弄到租借的牌照很难 上海滩杜月生 黄金荣 张孝林 都经常光顾景江饭店 有一次他们等了十分钟 也没有排上位 杜月生怒气冲冲地 对店员喊道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见到董竹军之后呢 杜月生非但不生气了 两人还相谈甚欢 当得知董竹军有开分店的想法的时候 马上决定投资 当时董竹军有些犹豫 毕竟杜月生的背景呀太复杂 自己只想做干干净净的生意 但他也知道杜月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既然他已经开口也无法拒绝 就这样呢 杜月生投资了几十万 在自己的娱乐场所里 开了景江川菜馆的分店 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董竹军成为了民造一时的商界大佬 1936年初 在景江川菜馆的基础上 董竹军趁热打铁又开了景江茶社 他以公开招聘的方式 为景江茶市配置女服务员的做法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37年813松户会战打响 年底上海沦陷 眼看日军很快就会占领租借 董竹军放下自己辛苦打拼的事业 带着四个女儿流亡去了菲律宾 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 跟董竹军分手之后 1939年夏之时 和一名叫唐泽武的女子结婚并且生了一女 她晚年基本是不问世事 潜心研究佛学以及文物古玩 可是1950年在中共正反运动中 夏之时被捕 并且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 十年63岁 直到1987年11月 四川河江县人民法院才宣布给她平反 恢复她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几乎在夏之时被杀的同时 上海市政府 基于锦江川菜馆的名声 决定将其收归国有 改造成招待外宾的高级会所 经过各种动荡时局 看透世事的董竹军 早就意识到红色中国 对于她的饭店意味着什么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将自己开办的两家饭店 合成了一家锦江饭店 几个月之后上海市政府专门为锦江饭店 指定了一块地 作为其扩建的新基地 董竹军主持了锦江饭店 乔迁后的开业典礼 然而她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架空 在没有被通知的情况下 她无意中发现自己在锦江饭店的历史中被抹去 甚至被排挤在锦江之外 那是在一年之后 董竹军召开会计会议 早上八点 她到达锦江饭店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她问经理为什么没有人来开会 经理回答说 会议已经开过了 董竹军的头嗡嗡作响 显然作为董事长的她 并没有收到任何会议通知 这说明她已经被排除在锦江饭店高层之外 自此 董竹军在锦江饭店的身份 逐渐明朗化 她的职位变成了饭店的高级顾问 而不是掌舵人 她原本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也越来越少 最后由政协支付 文化大革命时期 董竹军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被关押到了监狱中 她被逼着交代犯罪的事实 她无法理解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因而受到一次次的殴打 对此 董竹军选择了忍耐 根据她写的回忆录 在监狱当中 她每天都会没诵鲁迅说过的一句话 敌人要你死 你偏不死 为了保证自己的身体能够继续坚持 她也每天跑步 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五个月 到了1979年董竹军才被平反 1986年董竹军在报纸上看到一则 关于锦江饭店35周年纪念的报道 然而她的名字和曾经所做的一切 在锦江饭店的历史中都凭空消失了 已经86岁高龄的董竹军心在滴血 她对这样的遗忘感到愤怒 她决定不再忍受这一切 要为她创造的历史讨回公道 她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一纸声明 锦江的历史必须补充 锦江饭店要设有专门的陈列室 恢复董竹军的职位和每月车马费 尽管在锦江饭店举办45周年庆典时 她仍然没有得到通知 但这一次 饭店总经理在大会上对董竹军表示了敬意 向董竹军女士、酒店老领导、老员工们表示 最诚挚的敬意 她们自1930年代以来 为锦江的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句话让董竹军等了近半个世纪 此时董竹军已经96岁了 多年之后 锦江饭店终于在陈列室中展出了1949年之前的历史 还原了董竹军创造的辉煌 这段历史是董竹军百年传奇的见证 也是从民国到共匪乱华之后历史的见证 好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下面请您收听新闻看点 赶紧世界和油管的各位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4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7月25号星期四 今年三月因为初中生杀人埋尸案 整个世界注意到了河北邯郸 人们还不知道三名行凶者被如何处置 那今天邯郸又轰动了世界 一桩爆炸案三死三伤 官方说是燃气爆炸 但我发现背后疑团重重 台湾最近备战的情况是空前的 担心经济死掉的中共会苟急跳墙 那么中国的真实就业形势究竟如何呢 三中全会为什么没有解决措施呢 这个幕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早上6点05分 邯郸市临障县雾本村一村民家中发生爆炸 至少造成三人死亡 另有三人受伤 官方通报先说是燃气爆炸 但随后也表示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陆中国新闻周刊引述当地村民表示 发生爆炸的是 村里临近临安公路的一间烟酒铺 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表示 早晨刚买完早点 突然远处传来哐当一声巨响 他在距离现场较远的地方 也看到了伤亡人员 村民龙先生告诉大碗新闻 房子都炸平了 有一个人躺在路边 头部被砸伤严重 人已经不行了 龙先生家紧挨着爆炸的房屋 当时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睡觉 突然发生的爆炸将他的家的房屋震出了裂缝 门被震掉了 玻璃被震碎了 伤到了龙先生儿子的胳膊 网络视频显示爆炸现场是一片狼藉 已经看不出民房的远样了 防护倒塌处还有一些明火 马路对面有一位倒地不起的村民 停放在周边的汽车损毁相当严重 事发地点的临安公路是一片狼藉 事发之后 临障县组织公安应急等部门赶赴现场 警察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 不让人们靠近 关于爆炸的原因 邯郸市应急管理局的人员称是天然气爆炸事故 另外据彭博新闻引述新京报的报道 发生爆炸的雾本村已经被停止了供气 燃气公司正在排查管线 工作人员还表示 现场工作已经由市里有关部门接管 事故情况正按程序上报 我没有在新京报查到这个消息的出处 但是有一位雾本村的村民表示 他家在爆炸点的一公里之外的地方 燃气都是正常的 雾本村在两三年前铺设了天然气 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这次爆炸真的是官方所说的燃气爆炸吗 其中有几点疑问是值得推敲的 首先报道说是雾本村的烟酒铺发生爆炸 但没有报道烟酒铺的主人是谁 也没有报道三名罹难者和三名伤者的身份信息 因此让人怀疑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第二通过视频或者是照片 我们都可以看到爆炸的只是一户民房 几乎已经被炸平了 旁边邻居的龙先生家的房子 只是被震的出现了裂缝 也就是说龙先生家的管道没有发生爆炸 很显然爆炸的只是一个点 不是一条线或者是一片 大家都清楚 燃气管道是连成片的 如果是燃气管道发生爆炸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成线或者是成片的爆炸 而不应该是点式的爆炸 而且燃气管道爆炸之后通常会有严重的火灾 屋本村爆炸现场虽然也有明火 但是明显的那个火势并不严重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12月7号下午 邯郸市京开区南雁村镇 燃气管道发生泄漏 引发了燃气管道爆炸 报道说爆炸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附近的一家商户也发生了火灾 现场画面显示一处沿街二楼冒出了黑烟 消防员在喷水灭火 但是 屋本村这次爆炸没有这些情况 第三 屋本村的这次爆炸 威力是相当大的 房屋已经被炸平了 而且连马路对面的人员都倒地不起 足见这个爆炸的威力 而这种巨大的爆炸力 似乎也不像是天然气管道爆炸所出现的威力 有一位屋本村的村民向大腕新闻透露 听说是硝酸胺发生爆炸 硝酸胺这是一种重要的化肥 但是同时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物质 具有高度的爆炸性 它本身不是爆炸物 但是如果混合一些染料的话 很容易形成不同性能的爆炸物 根据公开资料 94%的硝酸胺 与6%的燃油混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广泛应用的工业炸药 在采煤、采石或者金属开采等等 大多使用的就是这种燃油混合炸药 类似的配方也经常是用于简易的爆炸装置 也就是俗称的土炸弹 在历史上硝酸胺引发的重大爆炸事故 可并不少见 其中在中国就至少发生过三起严重的事故 第一次是1994年6月23号 天津市冶金局铝财厂 在加温硝酸胺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爆炸 造成10人死亡 23人受伤 第二次也是在1994年 7月28号有4名儿童混入了四川彭西县某化肥厂 由于这个化肥厂管理不善 造成了硝酸胺库房爆炸 造成147人中毒住院三人死亡 第三次就是2015年 天津港微化品仓库大爆炸 官方解释说是货柜内的硝酸棉自然 引发了硝酸胺等危险品爆炸 但是房间传闻就是当时将对面派系 对习近平采取的一次暗杀未遂行动 这次大爆炸所造成的生态损失 经济损失那是难以估计的 伤亡的数字同样让人触目惊心 官方说死亡是173人 包括失踪的8个人 还有801人受伤 但是民间估算以及外媒报道的数字 认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400人 另外还有700多人失踪 我们还是回到沐本村的这次爆炸 如果是硝酸胺发生爆炸 这得是多少硝酸胺产生的爆炸力呢 烟酒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硝酸胺储存呢 早晨这个时间 我们都知道温度并不是太高 硝酸胺不太可能发生自然爆炸 如果不是自然爆炸 那会不会是硝酸胺内被混入了燃油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又是谁在这么早的时间将燃油混入硝酸胺呢 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疑点都是需要解释的 但是当局一直都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说法 当局会给出新的解释吗 我很怀疑 今年3月13号河北三河燕郊大爆炸 将一座五层的小楼移为了平地 并且还炸出了一个深坑 一样被官方说成是燃气爆炸 所以估计这次临障县雾本村的爆炸 最终的定论很可能也是燃气爆炸 大家以为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来说台湾的这个备战情况 台湾新推出了一部10集电视剧 《零日攻击》 17分钟的预告片已经在网上发布了 这一发布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中共军队 以搜寻失踪的运巴飞机为借口 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 随后台湾内部就出现一片混乱 不同阶层的人士在战争之下 表现出自己的人性以及抉择 这是一部相当值得期待的片子 与此同时台湾正在进行着 今年汉光40号演习 其中台湾国防部首度发布 导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 国家级警报 模拟遭到中共导弹的袭击 伴随刺耳的警报声 街道上是空无一人 对台湾的行动 中共国台办今天上午表示 民进党当局渲染大陆威胁 是在迎合美国 发言人中风连声 台湾民众对此事反对和不满 呼吁台湾当局停止 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台湾民众是不是真的反对和不满 不是中共说的 那要看台湾民众真实的民意和声音 而且台湾当局现在的这个反应 完全都是中共给造成的 给逼出来的 台湾当局显然已经感觉到了 中共军事攻击的威胁 在与日俱增 所以要未雨绸缪 在彻底走住了死胡同之后 中共政权的崩解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但是也可以预见 在崩解之前 中共一定会垂直挣扎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越来越糟糕的状况下 攻击台湾很可能成为中共转嫁危机的 这么一种方式 上周举行的三中全会 北京当局没有拿出任何的解决方案 给人们抛出了一张大饼 却因为缺少细节 被经济学家们嘲笑为 是一个吹起的泡泡 那么北京当局为什么没有拿出 切实的解决方案呢 第一是没有 第二 有知情人对彭博社表示 习近平拒绝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 一门心思压注在科技创新 以提振经济增长 报道表示 习近平已经明确了他所谓的先进制造业计划 压注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科技创新 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同时他还试图努力以引导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走稳 彭博社指出 这些都表明 习近平与市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经济学家们包括美国财长耶伦等这些外国经济官员都认为 如果没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 中国消费者是不会进一步掏腰斑的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美国人为什么不爱攒钱呢 因为美国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保证 即使没有钱 他们也不可能会饿死 即使没有钱 生病了 他们也一样可以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 即使没有钱 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免费去上学 即使没有钱 他们也不用担心老无所养老无所医 美国政府有很好的社会养老体系 如果中国的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这些的话 也像美国人一样可以后顾无忧 他们也当然愿意要消费 可是中国人没有这些社会保障 他们担心生病了没钱看病 担心人老了没钱养老 所以中国人都爱存钱攒钱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这么认为 他似乎认为只要先进制造业得到了发展 中国经济就会好起来 因此他不接受经济学家们 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的建议 甚至把那些知名分析师的评论 看作是噪音干扰影响他从上至下传递声音 一位知情人表示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十年 每隔几个季度中共的决策者 就会定期与外国经济学家 和其他分析师进行交流 向中共领导人提供不同的观点 但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开始之后 他任命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 其中包括中共总理李强和主管金融经济的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取代了之前的一些经济官员 李强是习近平的旧不亲信 对习近平的政策执行相当得力 比如在疫情风控阶段 李强就主张在保持经济活力 与风控之间取得平衡 可是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笑话 人们都被困在家里 哪来的生产活力呢 没有生产力 经济又哪来的活力呢 显然李强是在顺承上议说好话 何立峰是接替了经济专家柳鹤 但何立峰的影响力明显逊色于柳鹤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柳鹤被外界称为是中国资本主义改革设计师和经济沙皇 他有这样的称语 但是何立峰与习近平一起在沿海省份工作了几十年 可是他的公开演讲和关于他经济理论的一点点著作 却很难让人看到他的政策理念 有一位经济学家表示 即使系统内的人也不知道何立峰受到了谁的影响 他的经济思想又以什么为指导 那更何况与中共官员 特别是中共经济官员的会面越来越少的那些外国专家们 他们更摸不清何立峰有什么经济思想 对中共的经济政策因此也越来越看不懂了 有一位知情人表示 对于美国官员来说 何立峰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密切 这意味着华盛顿在与何立峰交谈之后 至少有信心知道北京政府的立场 这句话所蕴含的意思就是说 何立峰没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的都是在重复习近平的话 换句话说 何立峰就是习近平的传声筒 听到了何立峰说的话 也就了解了习近平的想法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何立峰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 但我认为更可能是他得听习近平的 别说是何立峰 就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 中共总理李强也得为习近平马首实战 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 中共打破了延续三十年的传统 取消了中共总理记者会 这传递出的信息就是 一切都得听习近平的 在习近平的面前 所有的经济专家都不再是什么专家 都得跟着习近平的节奏舞蹈 摩根士代利亚洲前主席斯蒂芬·罗奇 他直言 习近平现在才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习近平可不只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任何一个方面 他都是绝对的 说一不二的 无人敢反驳的权威 可是在这种权威的指导下 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前天我已经谈到了中共的一个新政策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中共推出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 到2055年 无论男女都得在65岁才能退休 这个政策像个深水炸弹 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悬磨 有一位网民表示 我29岁生的我儿子 假如我的孩子也是29岁生孩子 那么我无法替他带孩子 因为我那时58岁 还有7年退休 如果我有幸活到85岁 我的孩子56岁 他不能照顾我 因为他还有9年才退休 也就是我们母子一场 谁也顾不上谁 老无所养老无所依 这就是中国人可以预见到的悲惨状况 但事实上 能不能活到2055年 眼下的中国百姓 没有谁敢说有绝对的把握 因为中共在盯着你的器官 随时可以让他配型成功的人 发生意外并挠死亡 就算是幸运躲过了人矿的命运 也绝对逃不过被频频收割的韭菜命运 22号中共财政部公布了一组数字 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同比下降5.6% 非税收收入增长11.7% 非税收收入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中共对百姓的各种 横征暴脸的罚款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罚款治国的模式 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重 中国百姓没有人能逃得过 21号中共公布了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要推动水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 那么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可以冠冕堂皇的 从这些公用事业方面割百姓的韭菜 中共又加重了科捐杂税 横征暴脸 毫无疑问会加剧中国百姓的生活困境 原本就因为经济状况不好 许多人就已经活不下去了 又在中共这种乱罚款之下 又会发生什么呢 最近在知乎上许多人都在讨论 现在的就业形势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 有一位陕西的发帖人表示 烂到流农 前两年一小时28块钱的重体力货 没人愿意去 结果今年降到了一小时23块钱 就这来面试的络绎不绝 发帖人透露 黑心领导本来准备降价到19块钱一小时 但由于前面招的人一两天全都跑路了 所以还是维持在23块 为什么呢 发帖人有一个解释 牲口火超级累 车间阳尘特别大 口罩从头戴到下班不敢摘 发帖人继续说道 当地最低底线两班岛的半导体厂 以前是没人愿意去的那种 结果今年来面试的也是几道报 明明现在求职者这么多 和那些招工微信群 却掩齐息鼓了 而前两年各个群里从早到晚都是招工信息 大家都是对号入座 发帖人认为 总的来说就是今年没活 很多工厂都不招人了 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快会产生新问题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到最后无计可施的人 只剩下走上不归路了 就在这个帖子下面很多人是纷纷留言跟帖 其中一人说 23每小时 这不得抢破头 现在日接物流卸车12小时才160 不管吃喝 就这都不缺人 还得抢活 这种干一天感觉都得躺好多天才能缓过来 大家可以想想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可以想想 看看周围的情况 跟这些是不是很类似 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百姓有活路吗 将来会不会发展到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走上不归路呢 我很担心 21号 山西朔州 发生了一桩三毛钱引发的血案 有一名卖西瓜的商贩多收了顾客三毛钱 被顾客一怒之下拿刀捅死了 这桩血案 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利器很重 但也更折射出中国百姓 已经穷到了为三苗钱都可能会送命的地步 中共的魔鬼政权如果不解体 中国百姓的苦难只会是越来越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在干净世界和油管都有播出 我希望大家也到干净世界来关注新闻看点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一定不要忘记帮我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这是对我的一份支持 如果您愿意进一步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油品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很多种好商品都是正品保真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伯勒牙粉等等 Nitromia系列 还有各种保健品化妆品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大家好 欢迎来到时光之谜 我是陈维宇 英国灵媒帕克和美国牧师 比格斯在川普遭遇暗杀之前 就曾经在YouTube节目中预言过 尤其是比格斯详细描述了他看到的情景 跟真实发生的一切 竟然是如此相似 在事情发生以后 人们发现他还说出了更多惊悚的事情 经济大崩溃 川普泪如雨下 3亿5000万人将死亡 难道这都一一会发生吗 还有帕克反复提醒过川普可能遭遇暗杀 这次他又向川普喊话 在印度神域中还有给川普的问题 如川普会在第二任期成功当选吗 他是否面临暗杀的危险 谁会继任成为总统 他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亮点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跟大家一一分享 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休假了要去哪里玩 结果呀 手机和电脑上就不断的有旅游公司 机票酒店的广告跳出视窗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警惕了 可能我们自己的上网隐私已经被第三方抓取 并且卖给了商家 如果不小心的话 点击了一些带有恶意软体的视窗 就会导致手机或者是电脑被害客和病毒入侵 那损失可能就大了 怎么样才能够安心上网呢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微片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Surfshark微片 这款具有军事级别加密技术的微片 不但能够帮我们隐藏IP地址 加密数据流 它还有一个Surfshark Antivirus的功能 能够及时的发现恶意软体 并且马上删除 在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屏蔽掉广告追踪器 恶意软体或者是网络钓鱼网站 个人资讯不小心外泄的时候呢 Surfshark Alert还能够立刻发出警报提醒 更好的是呢 一个Surfshark VPN账户 可以无限制的在多个设备上共享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资讯栏中的网址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WEIYU威语 享受最优惠的价格 外加4个月的额外服务 川普神转头躲过死劫 子弹距离击中太阳穴仅仅半公分 虽然擦伤耳朵 但是心无大碍 而这一切呢 在4个多月前 已经有一位牧师 在YouTube节目中描述过了 那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还说了些什么呢 比格斯说 我看到川普和红色的浪潮 从密歇根州出现 然后是奥克拉荷马州 那里的人们举着火炬 带来了新的爱国主义 这场浪潮正在诞生 我还看到一次对川普生命的袭击 子弹飞过他的耳边 差点击中了他的头部 弄破了他的耳膜 他在这段时间内跪下了 人们说他已经被拯救了 但他对耶稣更加热忱 然后我看到人们在为他带倒 我看到他赢得了总统选举 总统职位经历了巨大的挑战 朱显示给我 这种挑战会持续到夏天 法官们会对他进行大的迫害 但是这种情况会停止 到秋天事情会开始有所改变 我看到他透过爱国者们 出来投票赢得了选举 接着会发生一场重大的经济崩溃 比大萧条还要严重 神警告我 这将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但我看到美国的土地上会有震动 就像土壤的震动 我看到唐纳的川普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祈祷 他双手抱头哭泣 他在白宫里徘徊 接着我看到这重压 逐渐地从树梢上升起 蓝天和绿色的景象重新出现 好时光会再度来临 他说这是一个动荡的季节 这种动荡是为了唤醒人们 神并没有抛弃美国 会有一场伟大的复兴来临 这并不是末日情景 天空并没有崩塌 人们会说这是审判 但这不是神的审判 而是一种矫正 一种矫正即将来临 比格斯在他的最新的影片中 还描述了另一场大瘟疫的场面 他表示在这次瘟疫中 死亡的人数将会达到3亿5千万 与之相比2020年的新冠疫情 只是小儿科 在他看见的画面中 超市外的停车场中 堆了大约1000个白色的帐篷 里面放着白色的简易行军床 很多人躺在那里等死 有的人已经死了 他们身上蒙着床单 每具尸体旁边 都有一个静脉输液装置 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 根本没有空位 军队接管了所有的工作 包括医生和护士 也都是军人 但他们对这些即将死去的病人 束手无策 只能够安慰他们 一种黄色的雾气 围绕在已死的 和等待死亡人的腰部 雾气透过空气传播 谁吸入了这种黄色的雾气 谁就会死 世界完全停摆 所有的工厂都停工 没有人能赚钱 没有商场开门 只有一些必需品的供应 纸币完全被淘汰 因为人们害怕上面 沾有病毒 转而使用数位平台 人们非常害怕不敢出门 没有任何疫苗或者药物 可以阻止这种瘟疫 任何感染了他的人 都不能幸免 大城市的人想要逃离到乡下 我看到他们在种菜 因为人们迫切需要食物 比格斯在影片中说 这次瘟疫的可怕程度 宛如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 会导致全球大约3.5亿人死亡 其中美国将会有3000万人死亡 如果把瘟疫比成一个飓风 那么2020年的COVID-19 只是位于飓风边缘的初始波段 是这场瘟疫风暴的外圈 还没有真正的进入 瘟疫风暴的中心 比格斯说 能够在这场瘟疫风暴中活下来的人 都是得到神的保护的人 这些人穿着白色的袍子 他们周围有一道 大约3英尺的光芒 他们的身体外面 还罩着一层类似蜂蜜一样的物质 所构成的发光罩 虽然瘟疫雾起 也想要侵入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身上的光 或者是他的蜂蜜罩子 杀死了病毒 比格斯说 人们需要从本质上改变 才能够获得神的护友 但如果等到瘟疫来了 才想到改变 就为时已晚 比格斯说 这场瘟疫会让人觉得 人世间的名与利 都是一场空 英国灵媒被誉为 新诺查丹玛斯的帕克 最近又发布了新影片 他说 因为我曾经给过很多强烈的警告 关于川普可能会遭遇暗杀的预测 这些预测不仅是我做出的 也是印度的纳迪经文所预测的 他在节目中喊话川普 说在一份有一万年历史的印度古老神谕上面 写着川普的名字 上面还有关于川普的五个问题 如川普会在第二任期成功当选吗 他是否会面临暗杀的危险 谁会继任成为总统 他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亮点是什么 这份神谕的内容是来自一份古老的印度经文 估计已经有五千年到一万年的历史 他追溯到冰河时期的古老文明 并且透过被称为纳迪叶的方式传承下来 这份古老的文件是用繁育写成的 并且在几个世纪中被重新抄写和探测定 现存的档案大约有五百年的历史 但是仍然每五百年或者是更少的时间 就会重新编写 这份神谕包含了每位咨询者的讯息 伟大的人物有时会在其中被提及 帕克询问了川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神谕中说川普不会面临暗杀的危险 但他也给出了警告 因为他没有按照读取建议的方式进行补救 如果他进行补救则没有危险 然而仍然有潜在的暗杀危险 可能不是死亡而是暗杀尝试 他还提到了川普的其他健康问题 帕克还预测川普会赢得2024年11月的选举 他说这有点模糊 会有一些试图延迟或者是阻止选举的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 我觉得在接近选举的时候 会有一些危险发生 可能会有一些法律挑战 由国会提出 想要改变联邦法律 他看到川普赢得选举 看到川普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建美国上 包括和中国的断裂阻止非法移民 能源价格和财富创造等问题 黑人的投票将会对川普有很大的帮助 川普会得到黑人选民的支持 此外呢 帕克看到未来投票可能会以纸质的方式进行 而不是使用任何形式的技术 未来会有来自外部的人工智慧 干扰美国的投票系统 这是为什么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 都将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原因 他没有看到川普被关进监狱 尽管面临很多的指控 虽然有一些健康上的担忧 但这不会阻止他 在选举期间 一个候选人可能会遭遇暗杀 川普家族可能会遇到一些车祸 不过帕克在他的这期节目中 提到川普会有一位女性的副总统 但事实上 川普选择了J.D. Vance 作为他的副总统的人选 所以在这点上 帕克似乎并没有预测准确 当然了 我们对于他的所有的预测 也只能当做一种参考 他还说 现任总统乔·拜登 会有一些黑暗的事情发生 他可能会在选举前被迫下台 会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内 卡玛拉·哈里斯将会掌权 然后会有一场混乱的 寻找新候选人的过程 会有一些非常扰乱总统选举的事情发生 可能是在选举前的几周 未来的选举中 可能会有两位不太可能的候选人联手竞选 像是伊丽莎白·沃伦和加文·纽森这样的组合 最终亨特·拜登将会入狱 但不是在2024年 早在2023年的时候 帕克就在一次预测中说 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毁掉川普 但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打败川普 但他们会试图暗杀川普 这个会在大选前发生 我看到当川普从豪华轿车上下来的时候 他们试图暗杀他 这个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 像是纽约 我认为是政治谋杀 但川普没有失去生命 这也是那些想谋害川普人的B计划 其实除了帕克和比格斯 他们对川普会遭遇暗杀 都曾经做过预言 早在260年前出版的《老摩尔年建》当中 来自爱尔兰的占星家西奥菲勒斯 摩尔就曾经预言了川普将会遭遇一场暗杀 并且对这位前美国总统的健康问题 发出了警告 老摩尔还预言说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情况也不乐观 他说拜登将因为严重的健康问题去世 这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肯定很难接受 预言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们大家对预言可以抱持一种参考的态度 但是预言有时候真的可以提醒我们 比如大灾难来临前如何免灾等等 好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下面请您收听软件快评 刺杀川普事件发生以后 一直都有人在讨论是否存在着第二名枪手的话题 那么在昨天一段警方狙击手 他自己随身佩戴的那个摄像头 拍下了在击毙枪手一个小时以后 现场视频曝光了 就让这个第二名枪手 这个原本没有什么证据的议题 现在再次的在升温 因为在这个视频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画面 一个镜头 同时还有在现场的目击者 有提供了让人觉得更加不寻常的一个证词 还有啊 在今年的6月 恶魔医生这个李战飞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这个事件一度是火遍网络嘛 也就是说按需杀人取器官 这个话题是一再的冲击到了大众的心理底线 那么在昨天武汉同济医院 终于正式的出面来发话 来就针对李战飞这个事件 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眼前快评 我是唐靖元 在昨天晚上呢 美国这个参议院的议员 就是叫做查克格拉斯利的 他其实是埃尔瓦州的共和党人 他就在他的X账户上面分享了一段 就是新的他拿到的随身摄像机 所拍下来的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大约只有三分钟长 他这个拍摄的时间呢 是在刺杀当天的 就是7月13号傍晚19点08分 这个拍摄者呢 就是警方人员了 他就记录他自己在这个枪手克鲁克斯 被击毙以后 他在第一时间爬上了屋顶 并且一位穿着西服的调查人员 疑似是特勤局的特工 在进行一个交谈 这个交谈的内容主要就是提到了 说这个比伏县的狙击手 他们早就注意到了克鲁克斯的可疑 并且还把他给拍了照片 发送给了指挥中心 然后这个拍摄者呢 就向那个对方证实说 屋顶上那个尸体 就是他们刚才拍到的这个人 那么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就是克鲁克斯尸体的下半部 就是他的腿啊 还有沿着整个一个倾斜的 那个金属屋顶 流淌到长长的那个血迹 在交谈之中呢 这个拍摄者他还特别提到 说就是那个狙击手 发送了原始的照片 看到他下了bike 就是英文bike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是自行车 一个是摩托车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在这里具体指的 究竟是哪一个 然后他就说 看到他下了bike以后 这个放下了背包 然后就失去了克鲁克斯的踪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视频他当然就进一步的 震慑了此前媒体所报道的 说这个地方的狙击手啊 地方警察们早就注意到了 克鲁克斯的异常 因为他在那测距嘛 并且还把他拍了照 就报告给了上级 但是克鲁克斯一直都没有 受到任何有效的盘查 然而呢 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个视频中 他无意中扫到了现场的一个镜头 在这个画面之中呢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克鲁克斯所使用的那把 AR-15的步枪 居然在距离他尸体 至少是3米之外的地方 大家注意看 这个视频截图 这个左方的这个大红圈 所标志的就是克鲁克斯的尸体 是他的脚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脚边 还有长长的一道血迹 而上方这个小红圈 所在的就是克鲁克斯的那把枪 在他的身体左侧很远的地方 二者相距差不多是3米 这个就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说奇怪 因为我们从此前的现场照片里是可以看到 就是克鲁克斯他被击毙的那一瞬间 他是一直都保持着一个就是 俯卧射击的姿势 大家看就像这样照片一样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克鲁克斯他只中了一枪 这一枪就爆头 让他瞬间毙命了 所以呢 在正常情况下 他手里如果拿着枪正在射击 然后被一枪毙命 他应当是这把枪 应该是保持跌落在他身体的右侧 或者是就在他的手边附近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 却是这个枪躺在他的身体左侧 至少3米之外的地方 这不很奇怪吗 如果说这是克鲁克斯 他在开枪之后 出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他迅速把这个枪扔出去几米之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都知道 他在他自己的车里 是吧 还留有大量的弹药 甚至还有两枚炸弹 甚至还有这个防弹背心 这些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他原本可能是计划 要来一场大屠杀的 或者是他有计划说 自己可以活着回到车里 去继续取用子弹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把能够保命的 那把枪给扔了呢 你把枪扔了 剩一些子弹在那有啥用呢 对吧 然后他还要横向的 爬行这么一段距离呢 在我看来 这个动作它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除非呢 这支枪 它是被执法人员 给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 但是我也看不出说 这样做究竟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因为这个时间大家想 它是在刺杀发生后 仅仅一个小时 七点过所拍下来的 正常情况下呢 警方都是要在第一时间 要保护整个现场原状不动的 对吧 要等待着这个像FBI等这些专业机构 很多机构 都要来参与进行调查 来进行现场 来这个勘察 要走这个程序的 所以你是不能够轻易破坏现场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刺川案件 它最新进展之中 所带来的第一大疑问 第二大疑问呢 就是来自于刚才这个视频中 警方所提到那个bike 这个词 这里的bike它可能是指克鲁克斯 曾经使用过的那辆自行车 我们知道这个自行车呢 这个信息最早它是纽约邮报独家所披露的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大家有提到过 就是说呢 克鲁克斯它曾经骑着一个自行车 在集会现场到处转悠 可能是在这个观察整个场地 但是最新的信息显示呢 说就在克鲁克斯爬上屋顶的 那栋大楼的这个门口 被发现刺杀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呢 大门居然是打开的 而且在这个门口的停车场 停着一辆这个哈雷摩托车 那么这个信息 它是被两名目击者有所证实的 就是这两名目击者 他们是接受了 That Surprise Witness TV 这么一个它是YouTube上面的一个频道 接受这个频道的一个采访 他们就证实说 他们是看到了有一名男子 把一辆这个哈雷摩托车 停在了据称是枪声来源的 那栋大楼的停车场 然后这个男子就进入了大楼 他说这个人呢 还带着一面别踩我 就是写的这么一行字 叫别踩我的一个黄色的旗帜 然后就进入了大楼 随后呢 他们就听到响起了枪声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枪声不是从屋顶传来的 而很有可能是从大楼里面发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来必然就带来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它是否真的存在着第二名枪手 为什么原本应该是被封锁了这个大楼 它居然大门是敞开的呢 我们客观的说 就是这两名目击者 他们的说法呢 只是一种间接的证词 还难以证实说有第二枪手的存在 但是呢 这个克鲁克斯 他在车里预留了大量的弹药 至少是有四个装满的弹夹 还有这个防弹背心 还安装了两枚炸弹 显示出来他似乎是有某种信心 他可以在实施刺杀以后 全身而退 可以回到他的车里 继续和警方来进行枪战 到时候他披上这个防弹背心 还有这么多弹药 对吧 应当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计划 那么这个是否也代表了 就是说克鲁克斯 他有可能得到了某种承诺 说有人会掩护他 让他安全的撤离这个刺杀的屋顶 可以回到他自己的车里去呢 对吧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和猜想 那么第三大最新的疑点 是来自于两个官方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参议员霍利 中文名字叫做霍利的 他在这个X平台就有发帖 他说有吹哨人直接告诉他 是匿名的消息人士说 在川普集会的当天 执法人员实际上已经 驻扎在了枪手所在的屋顶 但是后来以天气炎热为由 放弃了这个屋顶 然后呢 他们还说呀 这个执法人员本应在大楼之内 去进行巡逻的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他们 执法人员在大楼之内巡逻 可能这个克鲁克斯 也不一定能够有这种机会爬上屋顶 但是呢 他们却选择了待在二楼那个室内 第二个信息呢 是来自于宾州的警察局局长 叫做帕里斯的 这位是一个上校 他在昨天是出席了国会的那个听证会 他在出席听证会作证的时候 他就说 在确认克鲁克斯为一个可疑人物以后呢 驻守在AGR 也就是那座大楼嘛 叫做美国玻璃研究公司 那个大楼二楼的 两名巴特勒当地的 这个叫做紧急勤务组ESU的这个警员 说他们是离开了岗位 为什么离开呢 这个警长说法是听起来比较搞笑 他说他们是去追踪克鲁克斯 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 这非常的戏剧化 对吧 就是你这个警察呢 离开了二楼这个制高点 你是可以一览无余 把前面这个楼屋顶 还有包括川普整个这个集会的场面 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离开这个制高点 说你要去搜寻这个克鲁克斯 结果没想到 就在你们离开的时候 克鲁克斯就恰恰从你们眼皮子底下 这个制高点的窗口眼皮子底下 爬上了这个楼顶去开了枪 那么这个克鲁克斯 他究竟是运气太好 纯属巧合呢 还是有人通知了他说 你现在可以安全的去爬楼 这是纯属安排的呢 我们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第四大疑点 依然是来自于这个宾州警长帕里斯的证词 在此前我们曾经和大家有反复提到过一大焦点 就是有不止一个执法单位的人 至少是三次注意到了克鲁克斯的异常 并且都有上报了指挥中心 而且还期间拍下了至少三张他的照片 但是呢 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指挥中心 收到这些报告以后 他们怎么去处置的 在昨天 帕里斯警长第一次给出了一个相对正式的 而且是官方的解释 他就说 巴特勒的紧急服务小组的成员 他们在看到克鲁克斯在使用测距仪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担心觉得这有点反常 于是呢 他们就决定联系由特勤局所监管的那个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之内 说有一名宾州警察就通过电话和短信 收到这个报告以后呢 就立马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特勤局 然后呢 得到了一个需要跟进的号码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信息呢 转给这个号码 然后这个议员们在听证会上听到这里 马上就立马追问这个帕里斯 那么你是否知道说特勤局的联系人 在克鲁克斯的被拍下来的照片 报告上来的 被发送到那个号码之后 做了一些什么的时候呢 帕里斯他回答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知道 就是他不知道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 那么很显然就是说 作为地方警察的职责 他就是把他发现的异常情况 及时的上报给指挥中心 是吧 指挥中心是由特勤局在监管控制的 那么至于说特勤局 他们这个接到这个报告以后 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对这些地方警察来说 他们是无权去干涉的 所以他说我不知道 也可以说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焦点问题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因为这个最终的答案 只能够由特勤局来回答 比如说特勤局是如何评估 克鲁克斯的威胁等级的 就是拿到他的照片了 那么为什么特勤局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 比如说通过这种数字广播呀 来传达他们所做出的威胁的评估 也就是说把这种警告信息 发送给川普身边的那些特工 包括所发送的那条短信 是否是得到了有效的重视等等 这些问题都只能够由特勤局来回答 而且这个帕里斯呢 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个警长啊 这是特勤局长在听证会上 一直拒绝回答的一个问题 他来回答了 就是枪手克鲁克斯 向这个川普集会现场 究竟开了多少枪才被击毙的呢 他就回答说 执法人员在克鲁克斯的尸体旁边 发现了有八枚弹壳 就是最终确定 克鲁克斯他在屋顶上 总共是停留了三分钟 开了八枪 然后在这个听证会上呢 还确认了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在集会之前的两天 在7月11号的时候呢 有一名参加巡视的本地的警官 当时就向帕里斯 向他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他发现 就是克鲁克斯后来所爬上去的那个屋顶 他说这个屋顶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 当时这个特勤局的特工 就向这名这个警官啊 就给他做了一个回复 还给他做了一个保证说 是由巴特勒的ESU 就是紧急服务小组 是由他们来负责这片区域 意思就是告诉他说 你不用担心 这一片已经有人管了 所以呢 我们综合上面跟大家所介绍的所有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现了三个匪夷所思的巧合 第一个呢 就是发生刺杀的那个屋顶 原本至少是派了有一名警方人员去驻守的 但是却因为这个天气太热 这个警察就离开了屋顶 他刚一离开 这克鲁克斯就要爬上去了 这不是非常巧合吗 第二大巧合就在于说 原本是驻守在屋顶后面那个更高的二楼 那个房间之内的这个警方的狙击手 是吧 至少两个人 因为我看之前有报道说是三个人 按说你们是在室内待着应该是凉快的很多了 对吧 你们不应当离开呀 应当坚守你的岗位 但是他们却恰好就在那个时候 说离开岗位去搜寻克鲁克斯 那么就这样 就是在克鲁克斯几乎就是 有如神柱一般 避开了所有的这些安保的措施 顺利爬上了屋顶 甚至他在已经被民众发现之后 依然还获得长达两分钟左右的射击时间 而刚好呢 在那个时候就是什么 指挥中心的信息传达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刚才我说了 那个警长他说我不知道 指挥中心他们接到一些报告以后 他们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他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出了这个问题 导致存在着克鲁克斯这个人这个威胁的信息 没有能够顺利的传达给川普身边的特工 就导致说特工没有对川普发出警告 也没有制止川普 导致川普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之下 他就正常去登台演讲 把自己完美的暴露在克鲁克斯的瞄准镜之中 这可以说就是第三大巧合 所以我们此前和大家多次说过 说巧合一次它是巧合 你要巧合都多了 我觉得恐怕它就不是巧合了 就是在我看来 真正的问题的核心 依然还是在这个指挥中心 因为此前多个地方执法部门都明确表示说 现场这个安保的所有的安排 人员的调度 行动的指挥等等 全都是由特勤局全权负责的 说克鲁克斯他能够在川普登台演讲以后 顺利的爬上这个屋顶 可以说他只有非常短暂的一个窗口期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他就这么两三分钟 而表面上看呢 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 一会天气热了 他在这离开了 他们要去找人 他们也离开了 给克鲁克斯创造出来这样的一个窗口期 所以在我看来 这么的巧合都凑在了一块 要么他就是天意的安排 要么这就是人力的安排 好的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和大家来接着说一说 刚才提到在中国大陆这两天 备受瞩目的器官移植这个话题 因为此前被网名称呼为叫做 恶魔医生的那个李湛飞 就是武汉同济医院 他所在的这个同济医院 终于正式出面 对他这个事件做出了一个回应 这是根据这个大陆的南方都市报的 这个报道说在7月22号 武汉同济医院正式发布了一份声明 就声称说 网传武汉同济医院某医生 右逼捐器官的言论 经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查证 均为不实信息 对这个传播消息者 要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等等 一句话吧 就是说之前传的那些 所有都是谣言 都是不存在的 谁要再敢传 这种谣言 我们就要用法律武器来对付 你就要抓人 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 右逼捐器官事件呢 它是只发生在今年6月 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个事件 当时是有一名这个旅士 其实是一位母亲 他就拍下了一个视频 他当面去指控这个李战飞 说他谋器官害命 不是谋财害命 是谋器官害命 他就说呀 他的儿子在没有做任何测试的情况之下 就被医生宣布老死亡 然后就被撤掉了 呼吸机就死去了 他的孩子被判定为老死亡之后呢 这个院方立马就出面来劝说他 你这个家属啊 应当要你捐献你孩子的器官等等 当然就遭到了家属的拒绝 而这个当家属质疑这个孩子的死因的时候呢 这个母亲他就说这个医院方啊 他们在什么心电图啦 殡仪馆资料等等方面还造假啊 甚至给卫健委的执法大队所做的笔录都在造假 随后这一位母亲他就当面的录持这个李战飞说 你们处心积虑图谋不轨 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 脑死亡是做活体器官捐献的标准 你们太恶毒了 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整个全视频其实被拍下来 在网上到现在已经都流传 过去了就一个多月 差不多快接近两个月了 所以呢 他是不是谣言 我觉得其实所有人应该是一目了然 就是为什么武汉同济医院 他要出来批这个谣呢 很简单 刚才这位这个母亲已经都提到了 是吧 他说你们做什么新电图啦 你们做了好多这些方面 都有在这个进行这个造假 说明他就不是李战飞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医院都在协同作案的 都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武汉同济医院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是臭名昭著的在国际上 他早就是活摘器官的重灾区 被这个海外追查国际 多少年前就被列进了这个追查的黑名单的 是一个重点机构 这个李战飞他谎称说 这个患者脑死亡去摘取他的器官 和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地质大学的农心语 他是因为左腿这个膝关节被扭伤以后 结果送到医院去出现就老死亡宣布说 再到今年7月份 我们在之前节目和大家提到 是吧 叫做点费比点外卖 还来得快 33分钟就点一个费 他都说明一个极其可怕的现实 就是由于大陆这个大数据联网的技术 以及这个中国人这种血样检测 这个隐私遭到严重的破坏 你都可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你做了一个抽血的检查 你的所有数据全都被这个 就全国各地的可能都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出了啥问题 弄进医院去 你可能就会送上屠宰台 你的零件 你的器官可能就被摘下来了 他正是因为这样就导致了 过去原本是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 而建立起来的活摘器官 这个叫做绿色通道 现在这个绿色通道 它已经从一条通道迅速地扩大强化 成为一架高效精准的杀人机器 它不是一条通道了 而是变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了 而且这架杀人机器 我告诉大家 它耐以运转的最核心的东西 它的发动机是什么 就是这个脑死亡这三个字 我们此前其实和大家说过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中国到迄今为止 中国从未正式的立法认可 脑死亡标准的这个合法性 所以你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中国依然采用的是心脏死亡的标准 任何以脑死亡为由 就摘取这个病人器官的这种做法 它都是违法的 都是在故意杀人 其次呢 由于这个脑死亡 它并没有被这个立法所承认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 就是什么样的状态 可以把它定义为是脑死亡 我们要在医学上 你要定义一个脑死亡 其实是要有许多的标准的 但现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很多李战飞 这样的恶魔医生的存在 如果说活摘器官 它已经成为某些医院 比如说像同济医院这样的 成为它的一大裁员 那么他们要想人微的 给你制造一个脑死亡 可以说是易入反掌的事 我们举个例子吧 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被送上了手术台 哪怕说你只是像农心语那样说 柳伤了你的膝盖 去做一个手术 只要你上手术台 要给你打麻醉 麻醉过程之中 给你稍微追加一点麻药 让你的这个脑血氧细胞的浓度 比如说它降下来 降低到50%到60%左右 你就会出现一种状态 你就会陷入昏迷 如果说再给你追加一点麻药 这个脑血氧的细胞 下降到20%到30%左右的时候 你就将进入深度昏迷的状态 你的脑细胞将发生死亡 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 也就是说你的大脑皮层所有的深层反射全部都会消失 基本上就会意味着你就接近一种脑死亡的状态了 再也不可能把你给唤醒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李战飞们 他们就可以满脸惋惜的告诉你说 哎呀不幸的在手术台上 你的这个家属啊 你的这个病人出现了脑死亡 已经无力回天 你应当考虑考虑是不是让这个病人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把他的器官都给捐出来啊 我们要知道就是像刚才我们跟大家所说的 制造这样的一次脑死亡 他在整个器官活在这个巨大的利益的链条之上 他们只需要搞定两个人 一个医生再加一个麻醉师就可以了 所以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说 你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啊 三天前的21号 历时七年完成 荣获了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国有器官 这部纪录片呢 在高雄 台湾的高雄举行了一个首映式 这部纪录片之中 就首次出现了一位实名出来作证的医生 叫做郑志 他就曾经是活摘器官的执行人之一 他是军医 在这个电影之中啊 他是胃流满面 他用这种非常颤抖的声音 就讲述了说一个案例 他说他是如何被强制的命令 让他摘取一位18岁的年轻人的眼球的经历 他说当时这个年轻人还活着 双眼就这么看着他 使得他当场就崩溃 他大喊说我实在下不去手 我非常建议朋友们 尤其是不相信有活摘器官的朋友们 你们去看看这部纪录片 还有呢 就是台湾民事他们所制作的一档这个节目 叫做台湾演绎的标题叫做 解密法轮功 气功或宗教 这个节目之中 就有这部纪录片中 这个政治医生他的证词的片段 我们呢 把这个就是台湾演绎这一期节目的链接 贴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字区 非常欢迎朋友们去点击观看 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 网络常说的那句话叫做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它并不是一句形容 而是非常真实 也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好的 我们下面回应这个朋友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 有些媒体人口口声声说 自己反对独裁专制爱好民主自由 而川普到处夸奖独裁者 向他们示好 一些媒体人为什么要支持他 当然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是 比较就是不赞同 不支持川普 比较反对川普的这样一个朋友 就是我这么看吧 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 不止一次和大家 其实有讨论过关于川普的 他的一些讲话的方式 对吧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很关心 就是川普为什么老是去夸奖习近平 夸奖金正恩等等 我这么说吧 一句话就我个人的看法 川普他夸奖这些独裁者 并不等于他喜欢他们 也并不等于说 他就想跟他们做朋友 更不等于说 他自己想做独裁者 至少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说 我并不是口说无凭 川普过去曾经有当过四年的总统 大家看看他在这四年总统期间他干了什么 在川普之前 奥巴马 奥巴马可是民主党的 是吧 就是好像这个口头上是我们民主和这个独裁 我们是这个什么 好像这个势不良力的 但是奥巴马在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美国是把中共视为战略合作伙伴的 在那个时期的多少这些美国政界的高层 在这个中共的身上都有获取了大量的利益的 比如说包括这个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等等 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是吧 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而在川普任上的时候呢 是恰恰是川普 把中共其实他是真正第一个 把中共定义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要打击中共的 虽然他口头上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这个现在的这种政治环境 政治世界里面 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这样 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存在 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你要面对这么多的国家 那你要去跟他去打交道 你要去搞定他的时候 语言上的一些外交辞令 和他实质上的行动 你会发现他往往是不一致的 这个是一个常态 所以呢 就是我看川普 我去判断川普 我是看他的行为 看他的行动 他的 由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川普 他是一个大嘴 他经常会就是喜欢乱说话 就是说他这个经常说话 不经大脑思考 张嘴就来 他的确是有点这种惯性 那正是因为如此 我个人我就不那么太看重 川普他说的某些话 他有些话的确说得很不很不恰当 我也是不认同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 因为他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 你就把整个这个人都否定掉 这个人就是什么 说他是什么美国的希特勒 就像万斯过去就曾经 他现在的副总统 搭档这个 就是过去就这么骂他的 说这个川普 你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希特勒 但是却最后他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他完全拿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他为什么这个万斯 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因为他发现川普实际的行为 跟他嘴上所说的 或者说被媒体所渲染出来的川普 差别非常的大 差别太大 所以我在这就是跟这位朋友做个分享 就是我们这是表达不同的意见 我完全就是尊重你对川普的这种看法 和这种判断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也分享我的看法 就是我判断川普 我更多的是看他的行为 而不是说他某一些这种场面上的一些语言 或者说某一些竞选话术 我把它叫做 大概就是在竞选期间 很多这个参与竞选的人 他都会要说一些听上去好像很厉害 听上去好像争议特别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些话 但是实质是怎么回事 要到竞选以后 他坐上了那个位置 他做出来什么动作 那个才是真实的一个他的这个表现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是从就是川普他所表现的 我至少看到他在四年任期之内 他对台湾非常友好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这不重复了 就是他对台湾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包括拜登后来为什么对台湾这么友好 其实基本上是延续了他所打下来的一个基础 还有他对中共的这种打击 其实是他最先流转了整个这样一个局势 只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其实川普做的不够好 他的确是有比较孤立主义的这种特点 就是美国我自己一个人单干 他把盟友基本上基本都得罪了 在这一点上拜登比他做得好 要做得强得多 我觉得我要客观的说 拜登在联合这个盟友 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联合盟友们一起来对中共进行群殴 这种打法呢 我觉得拜登比他是要强得很多的 做得很好 因为中共的威胁他不仅仅是对美国的威胁 他是全球性的威胁 中共对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的国家都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你不把其他的国家联合起来 单凭美国自己一个人去单挑 中共他很多时候他就避开美国了 比如说他想获得一些资金 获得一些技术 如果美国和盟友之间要是搞僵了 他就避开美国 我就到欧洲去获取那些资金了 可能还趁势把这个你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把你进行一个分化 对吧 拆散你们这些盟友的关系 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但是川普有他的这个优势的所在 这个拜登也有他的优势的所在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共 说两党反正现在是高度的一个共识 无论你哪种打法 只要有效能够打击中共 并且最终促成中共的解体 我觉得都是应当支持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说 纠结于因为川普他可能某些语言说的就是太过火 或者说有些语言说的不够恰当 因此就绝对的去排斥川普 其实造成美国国内自己造成一种严重的分裂 这个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在我看来 这恰恰是中共所需要的 中共是做梦都巴不得 你们美国最好分裂成两派 你们互相打爆发一场内战 他最高兴 那是他最高兴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政见的分歧 就借用我还是反复强调 我觉得拜登那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他就说这个我们可能意见不一致 世界是很正常的 政见不同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虽然意见不一致 但是我们都是同事 都是同胞 我们都是邻居 都是朋友 不要因为这个才是最关键 就是美国人还是要团结在一起 对付中共 这个才是最关键 对吧 好的 那就是这个问题回应一下这位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谢谢朋友们的观点分享 尤其是不同的观点 我就是非常欢迎 只要是理性的探讨 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